M是辅音字母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它的音标是这样的 我给你写出来 字母M的音标是这样的 M M看一下 它发的第一个音是A A A是原音吗 辅音呢 这个同学们肯定知道 A是原音因素 所以它这儿用的是 尽管M是辅音字母 但是它这儿用的是 因为后面M第一个音是辅音 原音因素 咱们在你们学的26个英文字母里面 我们除了原音字母 我们原音字母有 A E I 还有一个 他们都是以原音因素开头的 那么U不是的 U咱们刚刚前面做了一个例题 记得U的音标是这样的 它的第一个音是辅音因素 这个第一个音是辅音因素 所以U不是 除了他 这五个都是以原音因素开头的 这是原音字母 以原音因素开头的 那么除了他们 我们还学了一些字母 你们想一下 有哪些字母是以 是辅音字母以原音因素开头的 你比如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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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